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岁 身高1米78的王一涵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局的开局4比0这个球 马林发小球 王一涵轻拨往前 马林回直线球 王一涵轻杀一拍 马林回挡远往 王一涵起球 马林连续两拍软挡 王一涵不想纠缠 起球又半场 但马林就是一个重杀斜线反手 而王一涵来不及防守 其实我们看这个球 马林事先都已经做好了铺垫 从发球开始 双方就一直在左半区缠斗 马林知道王一涵高大防守强 于是把球的节奏控在王一涵的反守位 不让他拿球 或者说不让其有可以中杀的那一拍 让他的重心一前 以后的来回奔波和回防 一拍高球压后 然后再让其往前上网 再往前的一个平高球 高个不好控制平高球 等其后退再控网 又是两拍 拦掉软挡 持续让王一涵低守卫就球 重心缺失 抓住高个的反守转身 以及重心不稳 王一涵被动起球不到位 马林在做好准备 快速横向移动 一个重杀斜线 王一涵这个时候也只能孤单看球 如果第一局的失利是 王一涵状态不佳 速度落后的话 那么后两局 王一涵的变化和调整 也就相当聪明和快速 第二局和第三局多拍和多变的往前球路 成了王一涵获胜的关键 我们看第二局的16比10 由于领先很多 王一涵开始采用放松和稳定的战术来消耗马林 马林发小球 王一涵连续三拍挑正手 压住马林的进攻 随着马林的轻压 王一涵瞬间变线捞斜线 随着几拍的争夺 王一涵再压马林正手 再控斜线 目的是让马林不断的跑动 几拍过后 王一涵通过软挡两拍进网 在最后一个往前假放针推 让马林快速转身 最终无力回天 而之所以选择在往前争斗 是因为王一涵的节奏控在进网 而马林也想缠斗往前 想抓王一涵的回球 但是放完网过后 还在往前等待王一涵 自己也已经离网太近 自己放球太高 想回一个擦网球 结果变成了圆网球 王一涵顺势抢高点 骗过了马林 而马林就是这样 性格太执拗 不信邪 在不断的跑动中 马林没有寻找到进攻机会的时候 我偏要和你在往前斗 明知道自己的往前不如人家 还要不断的送出人头 对于这种做法 景林也只能说一句 真是太棒了 因为景林也是这样 不信自己就放不去 这个网就杠上了 当然这么做还是不对 也希望各位球迷 真爱生命 把网放烂 同理我们再来看 王一涵是如何在往前制造机会的 第一局7比4 王一涵发正手小球 马林搓往前 王一涵回搓 马林再搓 而马林以为王一涵要起球的时候 但他硬是不听 再回一个往前 马林想着算了 我认你做大姐 我起球 果然马林起球不到位 王一涵一步两步 中杀反手位斜线 又一步两步 再追杀你 这个球有两点可以说明 有时候预判并不完全顶用 有时候冒险或许可以扭转局面 马林搓的那个球 其实质量已经很高了 自然我们大部分都会选择后退 去抓对方的高球 然后再下压 但是王一涵选择相信自己的往前 重新回搓 既冒险又大胆 一旦搓不好 对方可以迅速上网扑死 但是搓好了 就是一搓定乾坤 王一涵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是 杀球的点很精准且靠边 让马林的防守面积增大很多 我们看13平 马林偷发后场 王一涵有所准备一个后撤 直接下压 马林回挡往前 也就是这个挡往前 再次陷入王一涵的套路 王一涵也把球拨到右边斜线 马林压王一涵的反手 王一涵诱惑一拍 再转挡往前 马林再放王 以为王一涵会继续放网 于是重心和注意力都在往前 王一涵密码变线 其马林直线后场 马林一个马回头反手球 尽管把球全部救起来 但是正守卫的空挡全部暴露 王一涵抓住机会 再是一个重杀正守边线 马林也只能尴尬倒地 这里可以说明的就是 在对手习惯自己的球路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利用放网 去寻找进攻机会 对手知道你的球路后便会采取控制战术 破出控制的招数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 而且比分很胶着的时候必须要先下守卫墙 加之对手的跑动和进攻都不弱 一旦在关键分处于下风的话 自己的信心就会备受打击 抢攻那么也就是关键 我们再看4比3这一分 王一涵发小球 把球控制在往前 马林放网想逼迫起球 王一涵反手回放 马林起直线球 王一涵直接下压反手 尽管倒地把球救起来 但是王一涵又一个快速上网挫网 马林再起直线球 王一涵一拍重杀正守斜线 彻底拉开马林 让马林无从防守 而显然王一涵的这种打法 让马林无法适应 利用往前技术的细腻 耐心相持多拍 再寻找机会下压 把节奏控制在往前 把进攻放在边线 不以速度取胜 以未雨绸缪之心 让敌人陷入圈套 而如今马林的技术 也是越来越全面 近来其状态和技战术 都提升明显 很难有对手 能够对他造成威胁 奥元希望近来接连败与马林 在控球技术不再精准 加上伤病的影响下 缺少进攻的奥元 其实已经很难赢下马林 就算有拖入第三局的决心 但是已经没有能够拿下第三局的雄心 而戴自颖之所以也能够战胜马林 在自己技术和速度都不落的情况下 有一拍能够威胁对手的进攻 变速和相持 也就成了小戴能够战胜马林的原因 只是最近小戴的状态也是不佳 也和马林有一年多没有交手 不知马林又是否再次崛起 而国际女单的形势也在将风起云涌 好了 今天的师兄砍球也就到这里 上一期的获奖球迷请看屏幕的下方 而本次的互动话题也就是 如今的马林已经有卷土重来之势 你认为攻克他还需要加强哪些配置 欢迎各位球迷与我们积极评论 分享以及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